各位同學大家好 緊接著我們開始來介紹14.2線性馬達的特性 在14.2章中我們會介紹我們在應用線性馬達的時候 要注意的事項以及如何來選定它的規格 在使用線性馬達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幾個因素 首先我們必須考慮到安裝現場可供應的電壓 包括它的頻率還有電壓的等級 那這個就會牽涉到我們後續的控制機的設計 緊接著我們要選用適合的馬達是有鐵型、無鐵型或是無槽式 那這幾種馬達我們在前面的小節當中 已經介紹過它的優缺點 接著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線性馬達所承載的負載的重量 這個重量就會牽涉到控制器、增翼的調整 以及它的推力的設計 再來我們要考慮到整個線性馬達運動配置的數據 包括行程的距離、移動的時間、還有停留的時間 這些都一一來考量 才有辦法精準的來設計控制器 緊接著還要考慮到環境的溫度 包括它的清潔度、濕度 這些都會影響到整個線性馬達的運轉 還有它的運轉特性 接下來還要考慮到線性馬達 承載的負載所需要的運動方式 是平面的移動、垂直、還是有角度的移動 再來還要考慮到運動的抗力 包括直線軸層的摩擦、軸層的密封阻力 還有外力等 這些都會牽涉到線性馬達的推力 以及控制器的設計 再來我們要考慮到 運動軸的長度、寬度跟高度的限制 在現場裡面可能有些機器 跟我們所承載的負載之間 會有一定的間隙 這些高度就會牽涉到 如何來設計整個軌道 還有線性馬達的長寬 接著還要考慮到電纜線的配置 電纜線隨著線性馬達動質的移動 它可能會在整個軌道裡面做移動 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到 線性馬達驅動器跟電源之間的距離 以及如何讓它配置 避免磨損或是被其他的障礙物 給阻擋到 接下來我們來說明一下線性馬達 在選用的時候一些特殊的規格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額定推力 額定推力是指線性馬達 在額定電流之下 它可以連續運轉的推力 這也是常規的一個推力的一個數值 第二個就稱為瞬間推力 瞬間推力我們稱為加速的時候 我們線性馬達能夠產生的最大推力 這個最大推力呢 只能瞬間使用 沒有辦法連續運轉 如果用最大的推力 連續運轉的話 線性馬達可能會過載或是過熱 再來呢是額定電流 額定電流是指線性馬達 在額定負載之下 我們需要的基礎電流 而且呢這個基礎電流 必須能夠確保線線的溫度呢 不要超過80度C 那這80度C呢 牽涉到整個線線的結緣的耐受度 那每一個廠牌可能有不同的溫度限制 再來是瞬間電流 也就是我們要產生瞬間推力的時候 要加進去的基礎電流 通常這個電流呢 約為額定電流的2到3倍 再來是推力的常數 所謂推力的常數是指 單位電流之下 它所能產生的推力 那這個常數呢 可以決定我們要送多少電流 才能夠產生多少推力 這是一個比例的常數 再來是線線的最高溫度 也就是線線結緣能夠承受的最高溫度 那這個呢 會牽涉到整個線線馬達 需不需要做散熱 以及它的耳定電流 會受到這樣的一個限制 再來呢還有一些規格 我們必須考慮 這邊所談到的稱為反電動式常數 也就是當我們線線在移動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反電式 那這個比例常數呢 就稱為KV 這個比例常數的單位是 電壓除以速度 另外也是線線的電阻 這個電阻通常是指線線線在25度C的時候的電阻值 接下來是線線的電感 線線裡面會有電感值 那線線的電阻跟電感值 就構成線線線線線的時間常數 這個時間常數會影響到整個控制響應的速度 所以這個常數呢 對於控制器的設計是相當重要的 再來我們要考慮到動質的質量 這個是指線線馬達動質的重量 再來是鏡子單位質量 是指線線線馬達鏡子每單位長度的重量 這個重量呢 就可以影響到我們在配置軌道的時候的結構的一個完整性 以及如何來設計它的結構 再來是磁性的吸引力 是指鐵心線線線馬達動質跟鏡子之間磁性的吸引力 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典型的線線線馬達平台的配置圖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線線線馬達平台上 也可以承載一個負載 那底下是它的軌道 那通常線線線馬達呢 必須有電源供應器 還有控制器 來給它控制信號 那通常當我們的線線線馬達平台 有好幾個工作物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用PC來做控制 那PC呢可以做整個平台的一個協調 然後呢把每信號送給每一個線線線馬達的PLC 那PLC依照控制PC的信號呢 來決定線線線馬達移動的位置 還有呢是往前或是往後移動 那有關於線線線馬達的平台 有幾個規格必須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有效形成 它是指可以有效定位的形成 通常它在兩端會有極限開關來做限制 所以有效形成呢 必須扣除極限開關以後的形成 另外呢我們稱為解析度 也就是指整個平台能夠達成的最小定位的長度 解析度越高 代表這個馬達的精密度越高 那當然相對的價格也會越高 再來是外加負載 是指平台上負載的質量的重量 再來是定位的精度 是指平台能夠控制的最小定位尺寸 那這個精密度就牽涉到整個控制器 還有磁級的分布 再來是重線精度 這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規格 是指平台能夠重複控制定位的最小尺寸 通常重線精度越高 代表控制器跟整個線線馬達結構越完整 那通常重線精度呢 它會比定位精度還要稍微大一點 再來是最大的速度 是指平台移動的時候的最高速度 再來是最大的加速度 是指平台移動的時候最高的加速度 除了以上的規格以外 在使用上還有一些環境上要考量的因素 首先必須考量到使用的場合 需不需要有捷徑式的要求 譬如我們線性馬達 假如說使用在無程式 那這個時候呢 當線性馬達移動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粉塵 那這些粉塵 可能要考慮到如何來讓它避免 所以在設計上 還有原件的顯配上 就非常重要 再來是環境的震動 尤其是在線性馬達移動的時候 會不會讓周遭的精密儀器 受到震動 那這個時候呢 線性馬達的整個機構 可能要有一些避震的措施 再來是設施上公壓的穩定度 電壓的穩定呢 會讓我們整個控制器的精密度受到影響 所以假如說現場的電壓不是很穩定 可能要加裝UPS或是穩壓器 來讓它穩壓 再來是設施的氣流變化 由於現場的環境的氣流變化 有時候呢 會導致感測器的精度受到影響 那感測器的精度受到影響 會導致回收信號呢 產生誤差 這也會造成精密度的 產生一些問題 再來是環境的溫濕度 這個會影響到整個電子元件的壽命 跟運轉的特性 另外呢 在運動控制部分 我們還要考慮到線性馬達 跟氣動器之間的搭配 線性馬達是一個非常精密的馬達 它的驅動器不能隨便來使用 必須跟我們原來的線性馬達做一個匹配 所以在購買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會線性馬達跟驅動器一起來買 那這個匹配呢會比較好一點 那通常在驅動的時候還要考慮到 馬達在運轉的時候不能有過高的溫度 避免影響它的壽命 再來在散熱的部分呢 可能有幾個部分可能要考慮 第一個就是要去減少發熱源 那一般來的從鹽頭管制是最有效的 那還要考慮到整個散熱的路徑 通常呢用對稱性的方式 讓它的氣流產生對稱的一個流動 可以讓這個散熱的效果變得更好 另外呢還要考慮到冷氣的方法是採用水冷式 氣冷式呢還是要強制的風扇來散熱 那再來呢有些設施可能不能太熱 那這個時候呢可能要有一些節熱的材料來隔熱 再來呢就是有關於電纜線的管理 電纜線裡面有電力線跟信號線 那這遮蔽接地跟電池干擾就相當重要 否則的話電力線的電池會干擾到我們的信號線 就會造成整個控制上產生誤差 那另外呢這個路徑的設計也非常重要 電纜線呢會隨著動質的移動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摩擦 那我們在路徑的設計上要避免有摩擦跟摩耗的產生 否則當電纜線的外皮磨損的時候 有可能導致陷入的短路 最後就是要考慮到維護的空間 整個機器的排列跟平台的設置 平常可能要考慮到機構與機構之間的一個空間 另外呢還要考慮到人員維修出入的空間 要考慮到人員工程 那另外還要考慮到保養周期的規劃 接著呢我們對本小節做一個重點整理 第一個線性馬達的選定和負載特性 環境特性跟精密度有關 第二個線性馬達既有高精密的移動能力 所以相當適合應用於精密的機器 尤其是在直線的應用方面 第三線性馬達的應用 要考慮到電壓的穩定度 還要考慮到溫身的問題 以及線性的配置 這個跟其他的馬達都有不一樣的特性 在使用上要特別注意 以上是本小節 謝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